在G20峰会召开前的这个记者会上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表示说 中美国支持增加快速发展的新型经济体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 同时呢 美国计划采取必要的步骤 防止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下滑 对于银行业现新的问题 盖特纳也表示 年底前将会有具体的时间表出台 那么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请跟所我们的特派记者一起去直击G20 金融危机已经一年 全球联手应对危机的努力还在继续 9月24号到25号 20国集团领导人匹斯堡峰会举世瞩目 我将随财经频道前方报道组奔赴匹斯堡 我也会在峰会现场专访与会政要和全球金融巨头 与北京演播室实时连线直播 财经频道直播特别节目 直击G20 敬请收看 因为G20峰会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了 匹斯堡这座原本并不太出名的城市 我们前方记者瑞晨刚今天也是深入到了 匹斯堡市的著名的南部工厂地区进行了探访 那么这个地方在30年之前 曾经是一个乌烟瘴气的钢铁生产厂 如今已经成功地转型成了 多种现代产业聚集的一个新区 充满了生机富有活力 匹斯堡的经验值得很多老工业城市来借借 让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紫红色的钢结构 其实是比斯堡历史的一个见证 这个钢结构看起来像是一个现代艺术的作品 其实是30年前 比斯堡成为美国钢铁之都 最后一个钢铁工厂留下的一个遗迹 其实从19世纪中越开始 比斯堡就逐渐成为了美国钢铁的一个基地 最开始是因为美国对于铁路的需求 而催生出来对钢铁的需求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在二战的时候曾经是重兵把守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所有的武器所需的钢铁都是在这里生产 30年前的钢铁基地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 我身边的这位新朋友叫做比尔 他是这次G20匹斯堡峰会 匹斯堡当地的组委会的主席 那么今天就要我们跟随比尔去看一看 匹斯堡南部的老工业区 是如何通过成功的转型 而成为时尚现代的商业中心的 好 谢谢 我们希望这次在菊斯堡的转型 可以给你们在中国的转型 给大家带一些试图 看一看这个菊斯堡的地图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张照片的 这张黑白照片表示的 就是菊斯堡就在30年前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时候 菊斯堡整个这个区域在河的两岸 全都是冒着黑烟冒着白烟的 大烟囱的这些钢铁工厂 那么这张照片也是 这所在的每一条街道 很多都是以这个当年的钢铁的产业 相关的词来匿名的 比如说我们注意到 这个标盘就写着 热金属街77号 热金属街77号 Hot Metal 77号 可以想象在30年前 新鲜出炉的美国的这些钢铁 从这里运往美国的各地 这个是一个非常时尚的电影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电影院的外形 还保留着当年工厂区的 这种大概的结构 这个名字也还叫 南部工厂区 在我的正前方 我们看到一个门口 有一个大鹰的这样 一个标志的大楼 这个楼呢 就是美国著名的 时尚品牌 青年时尚品牌 American Eagle 美国鹰的总部所在地 We designed and printed a special t-shirt just for the heads of state Sherpas and other dignitaries that are here in town for the G20 that's the beer house the hot brown house that's the beer house 那么刚才我们的朋友 就告诉我们啊 说呢 这块呢 原来是皮子堡 最著名的南部的工厂区 全是这些大型的钢铁工厂 那么经过30年漫长的转型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地区 比如说我们身后呢 这个工地呢 正在盖一个全新的 五星级的酒店 在这边呢 是一个啤酒的工厂 当年的钢铁厂 变成了啤酒工厂 而这边这个cheesecake factory呢 是美国最有名的 一个连锁的餐厅 而在画面的这个右边呢 是一个全新的 一个卖一些家具用品 和服装的一个 新的百货商场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河对岸 曾经的这个钢铁产区 现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 新媒体和动漫产业的基地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些曾经冒着黑烟的 这些大烟囱的这些 钢铁厂的变成了 卡内基梅隆大学 参与投资和设计的 美国全新的这种新媒体 游戏产业开发的一个基地 中大学的这个娱乐科技中心啊 首先英武演员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智能的机器人 你可以随便利用各种语言 跟他对话 他的名字呢叫Quasi Quasi, how are you? Hi, I'm good.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I'm excellent. Can I talk to you about the G20 Summi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G20 Summit? I think it's a lot of fun. It's bringing a lot of people to Pittsburgh. OK, so do you know the name of any Chinese city? Any Chinese cities? You? Yeah. What is the capital city of China? 北京 30年的时间 美国曾经的老工业基地 已经完全变成了 一个全新的城市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参加G20的中方代表团的行程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抵达 匹兹堡的中方代表团 在美国东部时间 今天晚上的七点半 召开了媒体吹风会 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 在本次G20峰会上的政策主张 吹风会也是吸引了 全球各地记者的关注 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司长 马新表示 中方目前不会考虑 实施退出政策 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我们知道在不久前的 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 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呢 提出要尽早地拟定 这个经济刺激的退出方案 那么我想请教的是 我们中国的态度 在这方面是如何的 是不是现在是时候 执行所谓的退出战略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想请教我们的谢司长 就是关于这国际货币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样一个呼声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不久前呢 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 国家领导人表示呢 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那么日本首相纠山就表示说 要建立新的所谓的 叫做东亚货币共同体 我想知道我们中国方面 对这样一个观点 是持什么样的态度的 谢谢 出战略是当前一些国家 议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它主要是针对在金融危机期间 各国政府相继大规模的 非常规的介入市场 而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 显然这种介入是一种非常规的 是一种临时的措施 那么有介入的时候 就有撤出的时候 但关键是时机问题 什么时候撤出为好 但目前我们认为 现在谈撤出战略为时尚早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尚未完全度过 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还相对脆弱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应当支持 各种主要货币的稳定 现在第三次G20金融峰会的 正式会谈很快就要开始了 那么各界的对会谈将会 涉及到内容将会有种种的猜测 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 在会前召开的记者会上 对几个重大的问题 表了一个态 对于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货币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当中 增加投票权的问题 盖特纳说美国是持支持的态度 对于银行业现新的问题 盖特纳也是透露 具体的时间表 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拿出来 盖特纳称 在本届匹兹宝峰会 各方将就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 治理结构取得实质进展 对于美元的地位问题 盖特纳表示 美国计划采取必要步骤 防止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地位下滑 他宣称 美国认为长期维护美元的这种地位 符合世界各国的愿望 对于欧洲国家 积极推动的银行家现新等议题 盖特纳认为 本次峰会 有望在推进金融改革 限制银行家薪酬 和要求银行增加资本储备方面 产生比较具体的时间框架 我们不想看这些政策 两年以后 我们不想看这些政策 我们不想看这些政策 进行第二年 我们不想看这些政策 我们想要它进行现在 所以它进行 今天而不是明天 然后他们将进行政策 和资金 进行这个策略年 中心的直播的现场演播室 我旁边是这次 专门从纽约飞过来 和我们一起进行评论的 路透社的财经评论 爱丽森 那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会议的这个日程 第一阶段的会议 将在早晨的9点30分 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 早晨8点50分 第一阶段的会议